大家好,現在為大家介紹的是一個適合非同步測驗的Quizis 它是以網頁形式運行,所以它沒有APP 你任何的平板、系統、電腦、家裡都可以使用 我們班已經用了一段時間,所以我看一下我的MyQuizis 那現在我先直接讓我們班上的人,每個人拿好平板之後準備進行這樣子的測試 那在老師端這邊我們可以直接看到每一題的答案 還有選項,也可以一起看 現在我們就進行實際的測驗 我等一下會用網頁來開一個模擬畫面,學生的畫面 現在Proceed,開始進行 小朋友們呢,他們就會到那個 我就跟他們講說 請他們 記得打上密碼是949919 我們自己出題跟老師登入的畫面是這一個,但是真正的考題是在這個 Join的部分 最長的方法就是開一個QR Code給他們 把這個拷貝上去 OK 然後請他們來我這邊掃描 小朋友來我這邊掃描一下快點 好 現在我們用QR Code的方式讓大家掃描,掃描完進入他他就會加入這個Join的部分 在這個Join的部分 進來這個畫面之後我現在模擬一下我們的學生 OK 那剛才的那個考試的畫面是 949 919 949 919 那我現在用一個身份進去 949 919 那我打30100 好 好 現在他給我一個阿凡達一個替代的一個形象 接下來呢 好,我們回到考試畫面 那因為我們班有請假,沒關係,我就開始考試 好,他們就會看到這樣的畫面 好,是跟我同步,會慢一點點吧 好 接下來我就要回答 我們現在考的是12克的文藝 他的配色有點花俏,我個人覺得是不OK啦 要開亮一點 彩色花田在哪裡 OK 好 接下來 那如果要跟別人拼速度的話,他會看到別人還在我之上 好,我現在隨便選一個作者 錯的 他就錯了 就會這樣 好 好,那我現在已經 考完了 然後 整個就結束了 他就把我的排名 然後正確率 還有所有的題目 還有哪一題對哪一題錯 再跟你講正確的答案 這一題 金黃色的笑臉其實是指的是向日葵 OK 還可以特寫給你看 OK 還可以放大 那 所以 所以對 小學生自己複習 還有對答案來講是蠻好的 比按按按好 那現在我可以看到我們班整個的答題狀況 好 現在呢 如果結束這個測試 好 那 這裡就是可以看到 排名最高分的 4號 12號 19號錯一題 他是依照他錯的數量 來 還有速度來 找 排分數的 我們也可以按 Reports 好 我們到這邊他就把百分比 還有對錯率 好 給大家看一下 在這邊都一目了然 OK 那我們也可以 去看一下這 剛才的考題是什麼 重新再去 編輯他 好 當然 你覺得他們考不好 我們可以直接 在這邊 開一個 Homework 開一個homework 好 那你可能說 好 我們到6月3號以前 都讓他們重新測試 好 只要知道這個密碼的人 好 他就可以參加這個測試 好 好了 那我就可以公告在我們的那個 Clusting裡面 現在我又公公告給老師學生家長 只要他們有這個game code然後按這個地方join 就可以參加測試 給我